欢迎来小小正式,我是喜耀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则新闻 先请大家看一下第一则新闻 简单讲就是前几天 马来义学者达主丁教授就点评 他说阿克马虽然是很粗鲁 非常没有礼貌 但是顶多只是一只小猫 真正其实那个大老虎是伊斯兰党 他们才是有威胁的那个政党 这番话给到伊斯兰党的秘书听了 达基尤丁非常的不开心 他就讲错 你要讲老虎 郭树庆才是那只大老虎 因为他的言论才会对国家造成威胁 很明显的 这一颗球就丢到了郭树庆这边 为什么伊斯兰党要丢去郭树庆那边 其实就是另一个标签 阿克马讲郭树庆是娘惹 那这个伊斯兰党讲他是老虎 可能后面还要补一句母老虎 那郭树庆可以怎样回复呢 就三种 那第一种呢 就是精精不出神 OK 以免呢这个东西越吵越大了 OK 第二种做法就是呢 站出来硬硬的怼回去 你才是老虎 我才不是老虎 你人格诋毁什么东西 那第三种说法 大家有想到什么更好的说词吗 请看这个新闻 郭树庆呢 他没有静静 他也没有反驳 他做的做法就是呢 感谢这个达吉尤丁 讲他是老虎 他承认自己就是一只老虎 只是后面加一句 这只老虎呢 亮爪是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 就问下 这一个回合的这个攻防 谁赢谁输 如果你觉得呢 郭树庆回得好 你写一个333 如果你觉得 其实这样子 反而损这些名誉 伊斯兰党呢 成功了 你写一个777 OK 我认为呢 这一个态度 这一个说词 真的是高明 而且呢 四两搏千斤 实际上在这一个公关的回应里面 就是在辩论里面 我们常常讲的 受死了 就是直接你把所有对方对你的指控承认下来 然后反诠释他 那郭树庆的回复不仅于此 按照他的说法 他说的是呢 对 他作为一个老虎 他就是触爪 捍卫公民 捍卫国家的这个权益 不分任何的这个种族和这个信仰 跟伊斯兰党不同的是 不会为了利益而挑拨离间 他也不会在他清醒的每一刻呢 都一直谈论自己的族群啊 信仰啊 或者睡觉的时候呢 去幻想其他族群 给他带来的这个威胁 然后想办法去利用这些威胁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就是另一轮的这个酸 他是一只老虎 没有错 但是呢 他这次老虎做的事情 是为全国人民 也不会像一些人呢 一直用这种 其他族群威胁论 来去一直 拉酒票 除此之外 更加深的一层就是呢 他也直接讲 不止他是老虎 行动党 就是具有老虎的这个潜质 OK 甚至呢 你们伊斯兰党的领袖之前 也曾经深入这个虎穴了 OK 他就讲啊 比如 这个卡巴辛 已故的卡巴辛 就是我们日落洞之虎 他是我们的骄傲 也不要忘记 伊斯兰党的前领袖 Nick Aziz 也曾经在卡巴辛的家 庆祝生日 也曾经跟我们行动党 是一家亲嘛 所以呢 也就代表了 我们这一边行动党 出老虎 就代表我们敢做事 我们敢发言 而且这个老虎呢 并不是那种会刺人的老虎 要不然 也不会你们之前的 这个前领袖 你们敬爱的领袖 也不会跟我们合作嘛 所以 讲到这一边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呢 这个伊斯兰党应该会是 哑口无言了 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一开始的时候 当达主丁教授 讲你是老虎的时候 本来哈 伊斯兰党完完全全 也是可以用一样的方法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老虎 帮马来民族争取这个权益 这个光环就会在他身上 但是他选择的做法 是推掉这个东西 把这个球丢给郭树庆 而来到郭树庆的手上 他就利用了这一颗球 把自己呢 往上推 而且呢 更加巧妙的是呢 在大家这个球丢来丢去的时候呢 唯一一个小猫是谁 阿克马 OK 阿克马在这个时候呢 相比之下 就被形容成一个呢 就只会呢 大大小声讲话 然后其实真正做事 真正有威胁呢 根本不值一提的事情 所以郭树庆这一番说法 非但是抬高了自己的这个身段 把伊斯兰党呢 直接灰头土脸的盖下去 而且呢 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阿克马 也就更加的加深了阿克马 作为一只小猫的这个形象 更重要的是呢 这一番说词讲出来 没有得罪到任何人 因为他是承认 或者是谢谢这个伊斯兰党的 也就意味着 这个风波基本上到这边为止 就是画上句点的恩 任何人再来找扎的话 其实就是对豪入座 就是自己在另外的 结身这一个课题 OK 所以我只能讲了 郭树庆的这个说词 真的真的是非常棒 我不懂是不是他想的 还是他后面的公关团队想的 但是这一招呢 实际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OK 所以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辈 我们下期见 拜拜